上一期我们讲了春秋五霸里两个比较有争议的霸主 今天来说这个影响力直逼齐桓公的春秋第二霸 靖文公姬崇尔 姬崇尔其实出身并不显贵 他并非靖国的大宗出身 而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宗 靖国的始祖是周臣王姬宋的右弟唐淑宇 因为姬宋的一句戏言 被周公弹逼着封了唐淑宇为唐侯 封地在现今山西西南地区 由于唐国统治区内有一条靖河 久而久之就改了国名为靖 靖国建立初期在江湖上并不起眼 就这么平平淡淡的经历了一代又一代 一直到靖母侯姬费王继位 取卧代靖的故事就拉起了序幕 姬费王有两个嫡子 嫡长子姬仇 嫡次子姬臣师 这靖母侯启明也是非常的随心了 因为讨伐仇敌条国之时 长子降生 于是启明仇 赤子降生时 恰逢进军攻取千母时大胜 于是取名臣师 当时靖国大夫就指出 这两个公子名字起得不太好 嫡长子姬仇是要继承大位的 结果起了个不吉祥的名字 而次子最后是作为小宗被分出去的 结果起了个富贵名字 嫡树名字导致将来靖国必有大祸 结果靖母侯去世后 靖国还真的出现了树子夺位的闹剧 不过这个主角并不是姬成师 而是靖母侯的弟弟桑叔 姬仇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仅三年时间 姬仇就带着自己的嫡系人马 闯进宫里 杀了桑叔 夺回了靖侯的位子 姬仇去世后 太子姬伯继位 结果就在当年 姬伯就把亲叔叔姬成师封在了曲卧 号称曲卧桓叔 当时靖国大宗的统治高臣 对姬伯的这一行为非常不满 认为他是自掘坟墓 因为当时靖国国度在义 面积并不大 而曲卧在当时是个大臣 如果将姬成师留在义城 他翻不出什么风了 结果把他封在了曲卧 那不是放虎归山吗 当然最后确实也是验证了 姬伯最后是死在了姬成师的阴谋里 公元前739年 姬成师让他的嫡系攀附杀了姬伯 然后姬成师率兵入议 姬成师打点好行装 兴冲冲的去往议城 结果半路被靖国大宗打得满地爪牙 狼狼地逃回了曲卧 随后姬伯的儿子姬平被立为靖侯 史称靖孝侯 姬平上台第一件事就是 处死了杀父仇人攀父 铲除了姬成师安插在义城的内鬼 这一举动彻底断绝了姬成师篡位的希望 八年后 白发苍苍的姬成师寒恨离世 其子姬善立为曲卧庄博 姬平和姬善都把自己父亲的死算在了对方头上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靖国大宗和曲卧小宗的关系彻底破裂 闹得不可开交 公元前724年 姬善率军攻进了义城 杀了姬平 但是最后仍然败在了靖国大宗手里 狼狈地回到了曲卧 姬成师父子两次篡位失败 其实也看出来一点 这个时候的靖国大宗实力还是不可撼动的 但姬善这个人吧 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铁了心的要灭了靖 新上位的靖侯姬切 在姬善看来就是个乳秀未干的娃娃 不足为惧 公元前722年 姬善再次发兵北上 想要杀了姬切 结果被打得鼻心脸肿不说 姬切还带兵闯入曲卧境内 烧了大片庄稼 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你以为姬善就此停手了 这个姬善可真是个爱折腾的主 公元前718年 他又一次北上伐义 不过这是他学聪明了 他带了两个帮手一起去打劫 郑国和刑国 这个郑国的国君就是我们之前视频说到的那个春秋小霸姬悟生 而此时跟姬悟生有仇的周天子姬灵也看到了财禄 也想来参谎 于是他们组成的联军浩浩荡荡的杀向了议成 把机械赶出了议成 联军占领了议成 问题也就来了 本来就不是很稳定的同盟关系 又要面临分赃的问题 那这胜利的果实到底归谁呢 这个结果可想而知 联军内部开始分裂 姬善和周天子姬灵关系彻底破裂 双方互相指着鼻子 破口大骂 在江湖上传为笑柄 最好玩的是 姬灵转头就和被赶出一城的姬妾达成了和解 调转刀头 对着姬善就是一通猛砍 当年的秋天 周朝清世继继父奉周天子之命 率军直扑取卧的老朝 此时的姬善还在议成 听说后院起火 只能忍痛退兵 折腾了大半身 姬善还是啥也没得到 属于他的戏也落幕了 公元前716年 姬善寒恨而终 他的儿子姬称继位 也就是取卧武功 他就是姬崇尔的祖父 到姬称这代 终于算是实现了他的祖父和父亲的遗愿 吞掉了靖国大宗 实现了取卧代进 正式成为了靖国正儿八经的国君 公元前677年 姬称韩孝离世 太子姬鬼珠继位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靖县公 靖县公的出名是以好色出名 亮出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后宫夺嫡的丑闻 差点毁掉了取卧小宗三代人的努力 姬鬼珠抢了他父亲靖武功晚年娶回来的小老婆 齐江 这也算是春秋一大丑闻 齐江是齐桓公江小白的女儿 姬鬼珠自然不敢怠慢 等靖武功死后 齐江也就成了后宫的一把手 生下了太子姬生生 齐江红颜薄命 靖县公登位之初就去世了 这也导致了姬生生悲惨的命运 按理来说 姬生生是姬小白的外孙 靖县公不看僧面看佛面 也不应该对这个儿子怎么样 怪就怪在姬小白对这个外孙 似乎完全不感冒 反而喜欢树出的姬虫耳 不过这也还没影响到姬生生的太子之位 历史上一个好色的君主 他的悲剧往往是因为一个美人 靖县公也不例外 他的红颜祸水这不就来了吗 公元前672年 靖国对西南的黎荣展开了一场军事战争 黎荣是小国 地少宾寡 黎荣国君打不过 只能求饶 将两个貌美如花的女儿献给了鸡鬼珠 这离可是送到了鸡鬼珠的新坎上 立马同意撤军 将这大小离姬带回了靖国 大离姬生下儿子西齐 小离姬生了儿子卓子 这两个女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特别是大离姬 靖国内乱就是她一把火煽起来的 大离姬生了儿子西齐后 就开始想着要让靖宪公废了太子鸡生生 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他开始收买靖宪公身边的宠臣 在内部拱火 想要拉鸡生生下马 其实关键在于鸡鬼珠本身就不喜欢鸡生生这个儿子 早就想废了她 所以离姬这番操作 很难说不是鸡鬼珠默许的 公元前666年 鸡鬼珠将鸡生生外放到曲卧 鸡一五扁到驱地 鸡崇尔被赶到了仆地 鸡崇尔和鸡一五的母亲是亲姐妹 同一个外祖 他们俩兄弟虽然和鸡生生不是一个母亲生的 但他们三个的关系非常好 崇尔兄弟的外祖是荣国国君 后台很强大 这让大骊鸡非常忌惮 一心要拆散这铁三角 鸡鬼珠此时已经迷了心窍 一心想要废长利诱 他开始不停地派鸡生生带兵打仗 表面上让太子掌握一部分兵权 好像是器重他的表现 实际上太子统领的是下军 下军最高统帅是清 太子出任清大夫 岂不是向天下人昭告 这太子之位要不保了 而且储君常年亲自带兵打仗 很难让人不联想 是不是鸡鬼珠在借刀杀人 希望太子死在战场上 鸡鬼珠这一番操作 已经是把想废太子的念头摆在了台面上 太子党的两位大佬就开始给鸡生生出主意 李克认为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在孝子上做文章 让晋献公回心转意 而市伟认为走为上级 等晋献公死后 还能借外国之力杀回晋国 但鸡生生这个人有点迂腐 他认为如果出逃去外国 那必然要背负不孝的罪名 等晋献公死后 鸡姬肯定会将他描绘成一个不忠不孝的恶棍 鸡生生非常的在乎自己的名声 于是拒绝了市伟的提议 从鸡姬的角度看 鸡生生留在晋国反而更好对付 鸡鬼珠想废太子 不是还少个正当的理由吗 那他就给他制造一个 鸡姬先是找到了鸡生生 假模假样的说 国君梦到了鸡生生的生母齐江 非常的怀念 所以命太子再取卧祭祀齐江 这么明显的陷阱 鸡生生还真的是一脚踏进去了 穿着鸡生生去祭祀齐江 可不是鸡姬的最终目的 他们的主意打在了祭祀用的做肉上 鸡生生馅肉的时候 鸡鬼珠并不在宫中 而是出门打猎了 这估计也是鸡姬算好的时间 趁鸡在做肉上涂上了毒药 制造出鸡生生想要谋害 鸡鬼珠以此篡位的假象 不过鸡姬也不敢大意 万一毒药真被鸡鬼珠吃了 那就麻烦了 所以鸡鬼珠回宫准备吃肉时 鸡姬借口做肉曾经离了国君视线 还是试试有没有毒为好 他们寻了一只狗试毒 结果狗死了 又寻来了一个小臣试吃 小臣也死了 这下证实了做肉有毒 鸡姬开始演戏了 说太子何其残忍 连自己的父亲都要杀害 无非是害怕西齐影响了他的太子之位 臣妾和西齐还是死了算了 以免影响了国君和太子的关系 就这么弱智的栽赃手段 你要说鸡鬼珠真信了吗 可真不好说 但是不影响他就是要废太子呀 鸡鬼珠最后确实对鸡生生下手了 但他没有杀鸡生生 而是杀了他的师父杜元款 鸡鬼珠只是想废太子 并不想杀了儿子 只是想将他赶走 鸡生生的幕僚都纷纷劝说 鸡生生赶紧出逃 但奈何鸡生生是个余孝之人 他怕自己走了以后 背上一个不孝的罪名 于是他给自己想好了归宿 那就是自杀 鸡生生自杀死了后 黎姬又将矛头对准了 鸡姨吴和鸡虫儿两兄弟 在他看来 这两兄弟比鸡生生还难搞 鸡生生空有太子之名 父亲不疼爱 外祖也不闻不问 鸡姨吴和鸡虫儿背景强大 且在江湖上名声又很好 于是鸡姬开始顾忌虫师 又跟鸡鬼珠哭诉 说二位公子对于鸡生生在坐肉中下毒之事 知情不报 意图弑君夺位 也不能怪这个鸡姬老使这些下山烂的手段 他在进锅唯一的靠山就是鸡鬼珠 娘家背景又不行 要想让自己的儿子登上王位 只能依靠鸡鬼珠 结果鸡姬告黑壮这个事情 被这两公子知道了 他们俩和鸡生生可不一样 才不管你什么名声不名声 保住命才有机会翻身 于是他俩赶忙逃回了各自的占据地 结果这个鸡鬼珠也不知道是老年昏溃了还是怎么的 真的听了黎记的话 诸重兵分别进攻蒲和蛆 鸡崇尔最后逃回了娘家渠国 鸡姬无则逃到了娘国 不过同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上一篇说到的假徒灭国的事 鸡鬼珠耍了个新眼子 同时灭掉了国国和渔国 说明这时的他还是很清醒 只是单纯的就想立及西齐为太子罢了 对于费长立术这件事 靖献公自己也知道会有后患 他自己都说西齐年少 诸大臣不服 恐乱起 但依然也改变不了 他要立西齐为储君的意愿 公元前651年 鸡鬼珠脱姑寻西 留下了一堆烂摊子 撒手西龟 14岁的西齐在风雨中继位 之前作为太子长的李克 要求寻西放弃西齐 改立他最中意的二公子鸡崇尔 结果寻西拒绝了 于是李克便带着自己的心腹闯入了靖献公的灵房 将还在披麻带下的姬西齐乱刀砍死 靖献公死了 儿子西齐也死了 李基大势已去 李克对李基异常讨厌 将他五花大绑压到街头 用鞭子活活打死 姬西齐死后 寻西非常愤怒 因为西齐是靖献公托孤给他的 结果靖献公还没下葬呢 西齐就死了 这不是狠狠打他的脸吗 于是寻西做了一件愚蠢的事 将小离姬的儿子姬卓子立为国君 寻西以为 李克杀了姬西齐已经冒天下之大不韦 不敢再对姬卓子动手 结果李克又狠狠扇了他一巴掌 李克直接在朝堂上斩杀了姬卓子 寻西在姬卓子被杀后没几天 自杀殉主了 李克接管了朝堂 接下来就很简单了 迎回二公子姬崇尔 结果让他没想到的是 姬崇尔拒绝了 建议崇尔拒绝的是他的名臣胡衍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现在朝堂都是李克把控 李克最开始是太子党 和姬崇尔也并不亲近 手下的心腹都不是姬崇尔的人 姬崇尔回去就是当个傀儡 还不如静观其变 还有一点 姬西齐和姬卓子相继惨死 姬崇尔这个时候回去接任君主之位 那岂不是表明这两公子的死与他有关 那不是带李克承受了这个弑君的罪名 姬崇尔接受了胡衍的建议 拒绝了李克 那李克没办法了 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只能盈利了三公子姬一吾 姬一吾这个人 我们上篇讲秦木工的时候说到了 他可是个典型的奸诈之人 李克迎姬一吾回国继位 姬一吾肯定也和姬崇尔一样有相同的顾虑 于是这个时候 他想起来秦木工 想借着秦国的势力回国顺利登位 并承诺给秦国割让河西之地 又承诺送给李克百万亩地 两头讨好下 姬一吾顺利登位 结果转头他就背弃了承诺 拒绝割让河西之地 又联合朝中反李克的势力 将李克手里的权利也夺了 对于李克姬一吾肯定是不能留他活路的 于是他提到了西齐和卓子之事 话里话外逼着李克自财 李克自杀前说了一句千古名言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姬一吾这个人善于伪装 小人行径 但是他没什么政治眼光 早年伪装的贤民在登位后暴露无遗 和秦国交悟后还被秦木工抓了 不是妹妹秦木姬求秦 差点命都丢在了秦国 回到晋国后 对于混乱的证据 姬一吾无法改变 越发觉得自己的位子坐不稳 于是就派出了江湖杀手 潜入渠国 却杀了姬崇尔 姬崇尔收到封审 提前逃出了渠国 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 要说姬崇尔这一生最痛恨的仇人 当属进宪宫派来刺杀他的四人P 幸亏姬崇尔反应机敏 跳墙而逃 只被四人P砍掉一只袖子 姬崇尔去了渠国避难 既以吴派人来刺杀他 这个领头人还是这个四人P 姬一吾这个人性格偏激 但姬崇尔做人是食物 懂变童 对于对自己有利的仇人 他可以做到一笑名恩仇 后来姬崇尔回晋国继位 姬一吾的旧党发生叛乱 四人P为了自保 私下给姬崇尔通风报信 帮助姬崇尔顺利铲除了姬一吾的余布 姬崇尔离开渠国逃难 不适合脱家带口 于是把妻儿留在了渠国 临走之时 他对妻子纪尾说 我去外面流浪了 你在渠国安心等我 如果25年我还没回来 你就改嫁 纪尔告诉姬崇尔 让他安心 无论多久都会等他回来 这个不复陈驾请代子的历史典故 也在后世传为一段佳话 姬崇尔出逃的第一战是齐国 前面也说过了 姜小白对自己的外孙姬生生不感冒 反而是喜欢姬崇尔 姬一吾在继位后又坑了秦国两次 在江湖上的名声已经是非常的不好 姜小白对姬一吾非常的反感 姬崇尔入齐后 姬小白不但给予了很高的政治待遇 还把一位齐国宗旅嫁给了他 崇尔在齐国好不容易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结果公元前643年 一代霸主姬小白去世 齐国陷入夺敌内战 齐国的局面彻底失控 姬崇尔的幕僚们开始劝姬崇尔赶紧外逃 结果姬崇尔怎么都不肯离齐 最后幕僚团们不得不将姬崇尔灌醉 趁着夜色赶紧逃离了齐国 从齐国离开后 姬崇尔下一站去到了曹国 其实去曹国也只是借道 毕竟姬崇尔周游列国是寻找外援 祝他回境夺位 曹国这个小国还不在他的外援名单中 只不过曹国离宋国较劲 取道曹国比较辩解 结果姬崇尔没想到 在曹国却出了个超级大洋相 让他终身为耻 这个事情就出在曹国国君曹公公姬香身上 此宫文不能治国 武不能安邦 最奇葩的是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爱好 偷看男人洗澡 特别是当曹公公听说姬崇尔偏邪更是激动 非要欣赏一下姬崇尔的裸体 所谓偏邪就是男人腋下肋骨连成一片 在古时候是被认为是圣人之相 于是一丝不挂的姬崇尔 在曹国公共浴室中戳爪之时 一个肥大的脑袋生了进来 嬉皮笑脸的欣赏着姬崇尔的裸体 把毫无准备的姬崇尔吓得惊声尖叫 经历了偷窥事件 姬崇尔带着对姬香的仇恨上了路 去到了宋国 此时的宋香公刚刚在洪水一战 被楚人射了一箭 还在养伤 但是宋香公还是有点战略眼光的 虽然不确定姬崇尔将来一定能回进灯位 那万一呢 还是得提前进行战略投资 所以宋香公带着商 以隆重的礼节欢迎了姬崇尔 还送给姬崇尔八十匹马 这可把重情重义的姬崇尔感动得一塌糊涂 表明日后一定要报答宋国 但是宋国毕竟国力有限 很难承受帮助姬崇尔反进灯位的代价 只能委婉地拒绝了姬崇尔 离开了宋国 姬崇尔一行人又去到了郑国 此时的郑国已经没有姬务身在位时的风光了 从国君到大臣都毫无眼光和作为 把姬崇尔当叫花子一样打发了 甚至更恶毒的是 还想将姬崇尔一刀杀了 以绝后患 姬崇尔这个人恩怨分明 在郑国受到的屈辱 在他回进灯位后 就联合了秦军讨伐郑国 狠狠出了一口恶气 我们发现在姬崇尔逃亡的旅途中 但凡是大国都对他奉为作伤兵 反而是那些小国 不是态度冷淡 就是加以羞辱 所以大国能成为大国 还是因为上位者有政治眼光 小国寡名 没有什么战略眼光 只看到眼前的迎头小利 下一站 姬崇尔去了楚国 楚国国君雄运非常的看好姬崇尔 对他是超规格的接待 但是雄运这个人 老奸俱华的 帮助姬崇尔是想从姬崇尔手上 获得更大的利益 雄运逼迫姬崇尔提前签下 割让土地的不平等条约 但姬崇尔不像姬一无 为了眼前的迎头小利 国家人格都通通不要了 于是他拒绝了雄运的条件 正因为如此 雄运更看好姬崇尔 认为他肯定有大成就 依然是以诸侯礼接待了他 其实雄运还有一层考虑 此时的天下四个大国 晋 齐 楚 秦 秦离晋国最近 在他看来 姬一无就是个昏君 迟早得玩玩 一旦晋国政治崩溃 秦国反而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还不如让姬崇尔回境 保有晋国大国地位 自己和姬崇尔交好 日后还能合作共赢 但是姬崇尔不愿和雄运合作 那怎么办呢 于是雄运将姬崇尔送到了秦国 想借赢任好和姬一无的矛盾 迫使赢任好帮助姬崇尔回境登位 其实姬崇尔周游列国的第一战就想到了秦国 但是他怕姬任好将他拿去换那河西八成 雄运说了句 秦禁接近 秦军贤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我们上篇说的 姬任好的人均之名 于是姬崇尔入了秦 这也是姬任好 雄运姬崇尔三方达成的协议 三赢 秦国是姬崇尔周游列国的最后一战 下一战将是他遭思目想的晋国 借着迎任好的势力 姬崇尔终于结束了他十九年的流浪生涯 晋国也进入了千秋一霸的晋文公时代 晋文公在位时间其实很短 因为他回晋登位时年纪已经很大了 但他春秋第二霸的地位无可撼动 主要还是因为一场著名战役 陈仆之战 作为春秋第一名战 陈仆之战结合了大国间的合纵连横 小国的选边战队 双方谋成的运筹帷幄 这场战争想不出名都难 陈仆之战的起因很简单 就是楚国想要谋求中原霸权 而以晋国为首的反楚联盟 顽强反抗 最终在陈仆大打出手 此时的楚国已经在实力上远远超出了其他几个强国 晋国想要称霸 必须要打败楚国 对刚刚即位的鸡虫尔来说 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输了也没啥可失去的 但对雄运来说 太多的东西需要考虑 所以鸡虫尔几乎是掏空了家底在玩命 而命运在最后的时刻还是眷顾鸡虫尔的 这场战役已晋国的胜利高中 楚城王雄运的霸主梦碎了 属于晋的时代正式开始 要成为明镇严顺的霸主 还有一道手续要办 那就是必须得到周天子的认可 鸡虫尔将陈仆之战中 俘获的储君俘虏千人 代甲的战马百成 献给了周湘王鸡正 给足了周天子脸面 两天后 鸡正以周天子的身份号令天下 侧命晋侯鸡虫尔为侯博 也就是天下的诸侯长 最让鸡虫尔有面子的是 周天子按宗室辈分 当着天下人的面 叫了他一声舒服 这是连江小白都没有享受过的待遇 晋国在晋文宫在位的时候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但可惜这位千秋一霸 在位仅九年便去世了 不过好在后面几位君主都还算勤勉 一直到三家分晋之前 晋国都在春秋强国之列 只不过都达不到晋文宫在世时的风光了 我来到这儿的思考 我听说了 我们来到晋锡中的风光了 小鸡虫尔 那么点 我们来到明镜 这儿